今次預算案的審議過程 和過往幾年比較算是大致順利 我非常感謝各位議員在過去幾次會議上 以一個實事求是的態度 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給我們 財政司司長陳某波後中的順利 是指今次立法會用了大約40小時 就完成審議工作 三讀通過財政預算案 是自2013年以來最快的一次 我動議2018年撥款條例草案 予以三讀並通過 出席63位 贊成43位 有11位反對8位棄權 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有4位非建制派都投了贊成票 包括專業議政的莫乃光 梁繼昌 李國倫 和醫學界的陳佩賢 民主黨就全數投了棄權票 今次大會也有蝦碌場面 掃口本應是最聰明的蔡爺 在宣讀動議時就上演了這一幕 而其中一項由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有四張反對票 一票來自鄭松泰 三票來自建制派 馬逢國和廖長江就說自己是禁錯制 田北辰就說不滿政府 只是局部派錢 不夠全面 另外有65項由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陶謹申自己撤回一項 其餘全部都被否決 NIFE TV 記者 陳文勇報導 請大家